煎炒烹炸 包括做凉菜 都有愿道装 这道菜烧香浓郁 比较齐庆 老一辈的副作人都非常喜欢 带来一菜 加蒜椰 我还是不想听话 带来一个花团 我把鸡拿到这里 来 没没做的 没没很工 一百八十天走地鸡 肉也不散 也不柴 要补吧 生活孩子坐月子 我们这边都是鸡 然后坐月子后就怕受寒 所以需要大乐大补 就会用糟 撑钢 香菇 茶子油 跟鸡一起下锅烹炸 但愿说实话从小吃到大 在福州的几个县 就米喉 远泰 小吃店都会有 蛋液就放点盐巴 鸭蛋 低瓜粉 温水给它调开 过筛过一下 油一定要少 有点油会香就可以 然后煎出来颜色也好看 不容易粘过 折叠起来 再改刀 我们这边酒招一般都是用红曲做 所以说我们酒招都是红招 煎炒烹炸 包括做凉菜 也都有用到招 在福州来说万物皆可招 腌制的话 放了点招 我放了点水 抓匀 主要是把招给它卸开 招泥的话是比较干的 腌制的时候 你如果水分不够 就没有渗透力 抓匀后 放点面粉 加点水 腌两三个小时 招大致给它洗掉 血水也随着粉类的都冲走了 鸡腌的超水 鲜味啊 包括它的肉味会流失很多 所以我一般来说都是 鸡干地 然后立干就直接下锅炒 火烧热嘛 放茶子油 香 烫干爆香 它比较温暴 比较清甜 下锅炒 炒的已经收缩了 再加点糟啊 转小火 大火糟容易焦嘛 味道调一下 继续炒 糟完全炒香了 化开了 让我们的清风就耗进去 我说它有的菜就是 需要相对比较重一点的酒味 不焯水的食材 在煮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浮沫 火开大 酒精会燃烧 两三分钟就完全吹发掉 然后加点开水 骨香粉啊 放一点点 然后放砂锅焖一下 盖子给它盖就可以了 然后转小火 大火糟容易煮酸掉 放点白菜啊 滴一下就很甜嘛 喜欢吃什么换什么 当然你只要下锅炭一下 让它把汤汁吸饱 暖化就可以了 这道菜 遭香浓郁 比较喜庆 老一辈的辅助人 都非常喜欢 对 幸好 永远 得通质 让它 负责 令 词